《記憶》 大家是幾這麼深愛香港這個國家 偉偉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日 是2024 年9月9日 就算了,他無心裝載這個海參威,蒙古等地,割讓了很多給俄羅斯,這個都算了,這些是土地的問題。 但是人口方面的問題呢,就想不到,無論西方,黑人魚,不是,就是黑雪公主,美人魚雖然找了一條黑色的,總之呢,就真是BLOM,是吧? 黑命,就非常之貴等了,大家見到了,有時都懷疑,如果你將這個豬頭閘,頭髮蚊蚊,會不會掉了頭套下來,然後裡面,原來是朱古力來的呢? 這裡,習近平承諾,向非洲提供巨額信貸,又再度借錢了,不過,不是他肯借人家就肯受的,但是至少,喂,廣東省,河南等地, 這些鎮災各樣的都需要金錢的,雖然地方債務呢,貧能爆煲,但是都想你,喂,借,借多少少來花嘛,連借錢的權利都沒有啊,反之啦,就想不到中國朋友騙天下, 進在阿爾巴尼亞,不過這次不只阿爾巴尼亞對落那些,阿爾巴尼亞大家呢,就不要想著聽到個名字,就好像非洲那些國家各樣,是吧? 實情那些人呢,就不是那麼非洲的咯,也不是中非等待那些啦,有點像巴鐵那些而已,話說,最近就有這個中非合作論壇,在北京那裡開完峰會啦,這次峰會呢,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,啊,就向非洲53位領導人承諾, 未來三年啦,會提供3600億人民幣,那但是呢,非洲那些國家,都會猶豫,即不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嘛,你不停借而已,人家怕還不到的啦,那但是啦,這次峰會的目的就是還不到很不重要的,都是人民幣而已嘛,以中國人民的勞動力,啊,以來市計漆區計各樣啊,大家見不見到啊,夾小籠包給他啊,挺好服事啊,就不知哪兒啊,特別安排這些小隊, 背读书童,那些不叫书童,书妾,不懂得形容的,学伴,他有个名称的,这些叫学伴,以后大家听到了,洗白这两个字要改成洗黑,结白无瑕要改成结黑无瑕,就不知为什么马克ABC就特别逢左必共,会变成大非洲主义的,是吧? Anyway,路透社9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,中国承诺有3600亿人民币的信贷额度,预备了,应付很多非洲国家的需求,但是早前非洲国家就寻求,就是你中国可不可以进行一个叫做债务减免,就是借了这么多钱,可不可以有一些位还不了,撥避了它,不要还那么多了,就只不过呢,好有趣的,中国就透过, 这些这样的国家帮他们申请,变成了全世界的社会福利机关,就是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社工,那你那些非洲兄弟各样呢,有需求嘛,那于是乎就透过巴铁,非洲等地,甚至乎,乾坤大来而向IMF借款,羊毛出自羊身上,大家问一下,IMF的钱又如何而来呢,是吧? 哇,这招厉害,碗花洗劫鹿,神奇在于啦,所以我觉得香港发债都是,继续有得玩的,原因很简单啦,欧美国家,男劳女鸡子啊,那一代,一向都很疏爽的嘛,那我们又来看一下巴基斯坦哦,最近的新闻,之前不是说要符合某些条件呢?错啦, 巴基斯坦和IMF再度达成70亿美金贷款的协议,那原因呢,就是这个债务违约风险,话说一带一路国家啦,巴铁兄弟啊嘛,一直啦,都积欠中国270亿美金的债务,结果今回啊,就是借IMF还中国啊,所以中国是不怕开这个头的哦,因为最后有人埋单,那IMF钱从何来啊, 你看到今时今日欧美国家越来越穷啦,穷美若美,穷欧若欧,由事而来,正如联合国这些国际组织的嘛,都已经是变成世界的回收站啦,那问题啦,回收是需要成本的哦,情况就等同全世界都不停搞环保,但是中国呢,就开大烟烟通在那里噴黑烟的时候,你搞环保是不是就是搞笑呢?就是以后环保两个字应该等于笑的意思啊,喂,环保组织, 啊,就是我是笑组织,而且啊,就是要交代的呗,7月6号时候啦,哦,你借到钱啊,身啊,very good!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之前啊,巴基斯坦总理到访北京,这个是巴铁謝里夫啊,啊,就与主席会面,那当然口位而实不至啦,今回,因为那个计策就是我借钱给你,你还不到的时候,开大了个头,这些这样的情况跟英国都好似的啊,大家可以 可以留意,就是英共,英共的做法啦,又是开大了个头,就是环保啊,这些那样,完全不理实际的需要啦,然后,啊,就跟你说有多少的财政黑洞,这些那样,跟着呢,到最后都是会 淺从百姓来的,这些就是马克ABC的红七公主义啊,今时今日,无论奥紐美加等地啊,物价高涨呢,一方面你可以说是俄罗斯普京啊,但是另一方面啦,啊,也都是 因为IMF,联合国等等,以国际资门为名,考纳名目,那这样就拿了很多的金钱,那巴铁到访的时候啦,近平主席也都是拍胸口保证,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的,两个有牢固关系,但是呢,你想还小国斌,哎,没门,最多可以怎样啊,就是借这个IMF还这个中国啦,但是中国方面啦,那个债务,令到巴基斯坦呢,差不多全 政府的收入一半,啊,都要拿来还债的,那好啦,现在IMF卖美又行不行呢,这里,巴基斯坦向IMF借钱之后,涨电价,引发抗议潮啊,而电价至2021年来,已经涨了155%啦,那更加莫论中国为它建的那些水力发电啦,大家知道只有水力没有发电的嘛,千年一月,那结果呢,巴基斯坦早排啊,最出名的就是, 落压方舟,那如今啦,就只不过,由这个北丹去到巴基斯坦,终于打入非洲,那不要说我预期啦,啊,再过多五年的,很快的,一带一路啊,一带一路啊,封都城路啊,到最后又是开大了个头,于是非洲国家呢,非常担心,借不借了那么多钱的,到最后啦,又是ask for这个IMF卖美的,原来国际组织专来做这些东西, 而国际门座啦,早前才找到嘛,你不是哭穷的吗?这个是英共,啊,二百多亿财政黑洞,但是里面呢,竟然会有整几亿磅啊,啊,是门座那些,即是人道门座各样啦,那些不知什么国家啦,还要衰到呢,之前啊,scrap了的这个劳旺达计划,现在得过拿了来用,啊,你即是怎样啊? 人家就说,陪了夫人又接兵,都有个陪字啊,你是送的啊,那未来啊,这些巴铁兄弟啊,以及非洲,非洲最出名的就是抗产资源,啊,他们就会使用到自己的抗产资源,去换取中国的一些基础设施啊,债务啊,等等啊,那站在非洲人的立场,啊,他有想的方式挺有趣的,因为对于这些这样的,就是他觉得人家是殖民啊,啊,美国啊,澳紐美加那些, 你又是在我们买便宜的各样,人家中国又是在我们买便宜的,那为什么不抗产这个中国呢?这个意思是这样的,所以就建立了牢固的中非关系啊,至少啊,打这个叫做大学牌是打得抑的,那些油长各样呢,送了那些子女过去,啊,又有这个学伴,今次真是美人计啊,好多只的雕蚀,路透社指出,中国是利用中非合作论坛,去对抗美国,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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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国 欧美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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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他是這樣說的,他說對於很多非洲國家來說,當募資金是減免債務,令債務國的經濟得到一個至關重要的喘息空間,即是債仔還不到債了,然後跟你這樣說,這裡先下一個預測,很簡單的,中國一如既往會增大放貸額,以及調升息口,不過合約簽了多少就多少,但是如果你想繼續做下去,那些工程又不知道爛尾各樣那些,到最後啦, 你一是借多些錢,加多些息,一是就還回本金,如何如何就是IMF啦,IMF卡,或者叫做International Mark 什麼什麼,目前的狀況,中國仍然是非洲最大的雙邊貿易那一半,貿易額啦,就由2000年時候82億美金,你introduce 了中國入世貿嘛,就增加至2023年2800多億美金啦,二十幾倍那樣就,創歷史的新高, 中國對非洲的出口額達1730億,同非洲國家之間,就有一個叫做貿易順差700多億的,人家已經窮的啦,你還掠多筆啦,好不客氣,例如,肯尼亞拉就有一個超級肯亞人,龍珠要重拍,超級肯亞人,anyway,肯亞就有一筆50億美金的鐵路項目, 由中國的進出口銀行提供貸款,但由於還不起錢的關係呀,鐵路的第二階段,通往烏光達的那個計劃就要叫停,你看一下啦,你想完成它嘛,玩Nego嘛,那你就要給這個價的啦,給不到這個價,要是叫IMF還錢,是不是呀,變了IMF是他媽媽,而另外,一向親近這個中國的聯合國秘書長啦, 他也警告呀,一個穩定的非洲很緊要的,很緊要幫他們籌款,是不是呀,他是這樣說的,非洲國家如果無法充分地獲得債務減免,導致資源欺缺,然後有社會動盪的話呢,不是世界所樂見的,但是,當他發生動盪的時候,又不用說啦,誰埋單呢?以前那張單就沒有那麼大的,自從中國開了一帶一路之後呢,張單就越來越大啦,這些是因為逢了必共, 啊,既然那些領導人,什麼阿爾巴黎呀,斯塔麥呀,斯塔麥呀,斯塔麥呀,英共首相呀,敢喜歡呀,做這個,仁慈的代表,啊,對自己人就不仁慈的呀,不知道為什麼,對別人就很仁慈呀,那他就幫你再仁慈一點,啊,開大你的咕嚕,啊,然後你去填數啦,這一招呢,就叫做四個字,觀音謝庫呀,所以世界的問題仍然都是四個字的, 或者三個字,四個字就是逢左必共,三個字就是馬克A,就是這樣,好,今天講到這裡,